好 来看看 五虎将军称号表 大将军 前将军 后将军 左将军 右将军 大将军 好 来 我们的鹏哥1981给大伙带来的这个 三国志之吞噬天地日版的这个困难难度啊 这个一命速攻 这个是接机游戏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咒云 这有点有点像横版咒云传 我是那吗 对吧 你看这个音乐 这个音乐是什么呢 传说中的那个旋风小子 旋风小子里面林志颖扮演的那个四毛 对吧 他这个跟这个跟这个夏侯敦 跟夏侯敦这个这个是谁扮演的 那个张震月扮演的夏侯敦 他的背景音乐就是这个 大家可能理解我说的吧 好 可以看到 走下我这个人物的表情 这赵云的风格跟一代确实跟那个二代啊 三国志二代挺像的啊 这我真的第一次看这个游戏 练那个吕鲁布可能是没啥意思的啊 这是这个模仿啊 好 这是卡古登 好 这一顿蓄力出刺枪啊 右边是他的血 你看 这一双boss的感觉啊 看不看你啊 对这个看起来真的看起来简单 其实我觉得应该挺难的 好 可以抵消弓箭 还是要防着点小兵啊 这些怼死啊 这有点低质嘛 看起来简单 我觉得应该不简单 这个游戏我真没玩过 你们谁玩过这个游戏我真没玩过 好的 一个转 战利金 似水关 我靠 有点东西的啊 想到那些似水关 似水关 化雄 虎劳关 吕鲁布 这个记录是33分钟的记录 而且是困难难度 普通难度 普通难度啊 有一个人玩的是38分钟 我谈不上记录 因为这个游戏还是冷门 玩的人比较少 玩的人少呢 就意味着啊 其实没有太注意啊 可能有人专门要练 只是没必要而已 如果有人专门练的话 可能他会很快 大家可能理解吧 可能他会更快一些 我都没见过boss的 我靠 人物血条看不着 那正上方那个 072分之064是啥 他那个第一关的音乐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那个 另外那个就什么 旋风小的 好了 我吃了一个剑 然后直接向天再界500年 啊 就是旋风小的是用一代的音乐啊 用一代的音乐 然后那个做二代的那个感觉 因为二代的咒语 是那个血杀啊 这个 然后江振月会喷糊 好感谢我的上山热水 还有刚才我们好名字都被狗取了 送错了两张大连卡 支持我了 好 好 直接吐死啊 哎 必须得让我拿个配音 最好的啊 我玩过一个b字三分钟 那说明技术还是菜 是不是啊 我操这 这个小兵很快啊 感觉好像 看起来是一顿网就完 但是有的时候 得需要远程 咱们远程可以出枪 而且可以抵消掉这些小兵 撇除的飞行道具 你看 他飞行道具可以抵消掉啊 你懂的啊 怎么办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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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看看 这个boss还是挺远的 一会儿咱们还有boss 黄金党 这怎么剧情变成黄金党了呢 咱们这个四水关 打黄金党是什么鬼 虽然说很多人说黄金党在什么时候彻底被覆灭的 严格一声来讲 就即便是黄金党主力部队覆灭了 还是有一些余党 但是不过很快就没有了 这里面我们看看剧情方面上 好 直接给杀退了 好 这个蓄力 其实这个人物建模倒没什么 你看他背景也挺好的 对吧 但是赵云这个马 这是叶赵御狮子马 变成蓝马 好 黄金群里面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将领 应该叫管亥啊 我记得想当年我玩这个三国群转的时候 那个管亥的武力值应该是达到了90 是90吧 达到了90多还是 我记得达到90多 反正挺厉害的啊 这个武力值 但是也是被关亥给砍了 好 经验值 这还有经验 还能升级啊 LV3了走 这有经验值可以升级的 这个 这可以啊 这游戏 下雨了 后面跟着一个 华操 后面跟着一个宝宝 哎 兄弟们 管亥是93啊 有人记得啊 我在三国群转里面93很厉害了 兄弟们 你不要一不跟你开玩笑啊 好 那个宝宝为什么就走了 难道是元金亮 一上来就走了 太灯了啊 直接就圆住了没一会儿就走了 真福啊 好 好 好 又吃了个武器 就是上天一击 好 这个石头能达到敌方的人啊 也设计的蛮好的 咱们看那血量都已经80了 升一级加五滴血的感觉啊 兄弟们 对吧 升一级加五滴血 这有等三国之一 还有等级系统 还有宝宝系统 我感觉比二代要功能上要全一点啊 对吧 你们能力接我说的吧 而且他完全是两种类型的这种 两种 两种剑模的这种 这种游戏 这个有点偏战斧 偏战斧 偏 偏龙与地下城 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力接我说的 不一样 不是一种类型的过横板过关游戏 走吧 好 这个我感觉这个蓄力的还是蛮蛮好的啊 好 这有个大这个帐篷啊 我说这个分 现在27万了这个啊 好 偷偷偷 这手里拿着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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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长的 这是 这个人是谁啊 拿个大斧头 后面还有射箭的 这又是黄金军啊 这还 你看他还有对话 啊 啊 啊 就跟 就跟我们说的 武力啊 是一个意思 对吧 虚力啊 啊 对吧 好 虚力 这 这敌方也带宝宝啊 这确实很恶心啊 龙王战士对啊 我感觉也差不多的感觉 董卓吕布啊 那这是啥虎牢关 兄弟们 那董卓和吕布的话 就是虎牢关了 应该没毛病了啊 因为咱们是打的速通 所以说玩起来 有的巨型跳得很快啊 能理解 现在是90 现在96滴血了 那升级可能这血量 涨了会更多 向天再见500年 这有把人盯住的感觉 好的滚血球 感觉这些小兵 这小兵像不像三国七星传里面 那个飞刀兵 有的是破刀兵 飞刀兵 长枪兵 电球兵 等等的 你们会发这个音吗 跟我跟我发 这是奈何球吗 兄弟 是拿这个流星锤 画熊 难道是 蓄力 好 这是卡半 卡半个了 这相当于 有盾 好 画熊 其实在似水光 按照说已经嗝屁了 好 K 我感觉 咒云 真的是 长枪一在 咒信了 属于是 华熊 那个包裹里装的是什么 可以 画熊 画熊在那个 画熊在三国 三国证实里面 是显示是被这个 孙奸啊 这个诛杀 而不是被关羽 但是呢 三国演绎 对吧 那 关二爷 对不对 好 这个会马术啊 你看 他会站在马上 不知道以为是啥呢 对不对 好 这次变 董卓 项武 画熊 这些 这是画熊 啊 不是 但是他会画熊样 那就是画熊大人 是吗 我操 意思就是我画熊大人 就老头你了 你吧 这是画熊 这挺敏捷啊 这画熊 你看经验值方面上 现在是五千三升级啊 打死boss 肯定是升级快 对不对 这个升级系统 也跟这个龙王战士的感觉差不多 对不对 还剩四滴血 两下一滴 三下都打不了一滴 三下打一滴 这个真挺难的 你以为他 你以为你玩莽就完事了 人家不能莽啊 这个游戏 莽的话 你这三十多滴血不知道咋死的 好的 直接捅死 好 能不能讲 哎 过极了 下一集一万多 一百零四滴血 想到九十四血 可以的啊 小狼打通这个 我知道 咱们大伙不说吗 三分钟一个b 三分钟一个b代表什么 三分钟一个b就代表 如果而是他玩速通是33分钟 需要吃一个b 但咱们肯定是速通不了啊 咱们可能要玩50分钟 或者说是最起码是45分钟 这样的话呢 就是45个b以上 三分钟 对吧 如果外面45个b以下 15个b以上啊 15个b以上 而且是以上 而且很多人 三分钟一个b的小伙伴 肯定是没通关过 在没通关过的基础上 他更没有打到后面的boss 好 李绝 啊 那刚才那个不是化雄 这是李绝 那刚才那是谁 过四啊 先是 这是打李绝了 这是 这是李绝 如果刚才这是过四 这个就是李绝 那这个是 那我兄弟们 我知道为什么 这个叫三国制一了 他并不是说 同样一个故事 他用一和二演的方式不一样 这个就是三国制一啊 兄弟们 三国制一 他演的是 黄金军啊 啊 什么什么 对吧 什么群鹰头董啊 这种故事 我看出来了兄弟们 我看出来了 先是演这些故事 然后三国制才是一上来 先是对吧 火烧什么 火不忘坡 火烧新野 什么白河水烟 对吧 这个水烟潮人 啊 他是这么个 连上的啊 兄弟们啊 这是连 连上的 连上的 没毛病啊 天外魔镜 全人物没有 没有人玩啊 你整个是我玩 但我玩这个不好 我之前解说过 机器 那 隐藏人物 我都可以玩 让我选隐藏人物 老简单了 这个小便子 不知道以为清朝人 真是有点弄 我刚才打字的没看到 他的这个人叫啥啊 好 还是点远程啊 离近了不行 或者是突突突 也算是远的 这血量 如果说猫 你看他走位啊 需要反应的 最后一滴血了 这是放了技能 刷一下 好 直接KO掉 这一跳倒走到黑啊 这看看 各种boss 刚才那个是郭斯 先是李绝 然后波斯 好 我到这个黄成 得得得得得 那刚才他说 那就是化熊 我们看看啊 也不知道是化熊梗了 但他说化熊大人 那我感觉好像是 对吧 大家可能理解我意思 也就是说接下来应该是化熊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还是化熊已经死了 因为这个人 我还是不太了解啊 虽然说他写的是汉字 好 这是吕布吧 啊 要为化熊报仇的意思 是不是 这是陆布 他终于拿放电话机的 不是拿凝刷的 兄弟们啊 但是 你看 他拿的是几啊 那一会儿还在打董卓 是不是 好 剧情方面上还有很多啊 这个剧情讨完董之后 咱们按照三国里面的剧情 讨完董之后呢 还有其他的那个游戏内容 对吧 讨董了之后 董卓他死 他并不是说正常死的 对吧 他是被这个 吕布和王允搞死的 然后吕布跟王允搞死了之后呢 李决和郭四呢 又站起来了 李决和郭四站起来之后呢 这个把吕布给撵走了 所以说他有了这个 吕布偷袭曹操后方 然后呢 对吧 最后兵败 投奔刘备 刘备呢 又被吕布 对吧 搞了一手 然后投奔曹操 然后又背叛曹操啊 等等的 好 给吕布打跑了 说啥呢 说啥呢 怪怪的 弄动心里乱乱的啊 好 没升级 洛阳城 兄弟们 那这个剧情就是还 就是就是群鹰逃吕布的剧情啊 群鹰逃吕布的剧情是打到洛阳 这个正常呢 是孙坚进攻到洛阳之后呢 这个董卓迁都吧 董卓迁都 洛阳城里面呢 对吧 有一个井 井里面呢 有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公园 他抱着一个宝物 这个宝物呢 就是传说中的这个 传国玉玺 对吧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 打这来的 孙坚呢 拿着走 最后 哎 你看那还有小偷 是吧 我们都玩这种 其实不叫小偷啊 应该叫做逃亡的人 你看 害怕了 洛阳城迁都到长安 洛阳城一片废墟 等我的意思吧 好 这放火烧杀 抢掠了 有一把武器 吃完之后会 哎 直接 毕竟这个boss 好的 蓄力啊 蓄力的话 会有眼 你看 雷电枪 哇擦 一下两滴血啊 直接打跑了 传过一起的时候 据说 啊 据这个实际里面讲 其实什么 那个时候就不知道 是真假的 对吧 因为他 按照记载 他把他丢到那个洞庭湖里面 结果洞庭湖 第二年有人就把这个东西还给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然后后来呢 据说是在实际堂那里 真正的说丢了 就无论之前的事真的是假的 但是名义上的真的 在实际堂那里是彻底丢了啊 哇擦 他滚着这个石球都可以被他连魂出香 直接捅碎 真的是变态 就出租车上了 我以前手机就出租车上了 后来我捡了一个手机 我就把手机还给那个施主了啊 还给施主了啊 双boss 董卓大人啊 董卓大人这个这是两个啊 保护董卓的 这个可以烧他 你看 这是火阵啊 哇 圆圆弯刀 啊 牛角弯刀啊 番茄哥 哈哈哈哈 番茄哥我捕心的 啊 一刀一斩 游戏剧情还有发展啊 他会发展到什么时候 发展到这个刘 发展到刘备投降刘表吗 真的啊 行阳城 兄弟们 这打到行阳了 我靠 这个剧情 啊 这打到行阳城了 这个蓄力是很厉害 对不对 哇 一顿突出 哇 来放地刀 哇靠 其实我觉得这么猛 如果塔斯这么猛 也挺有逼的啊 好又是马术专家 你看 藏在马后面 哎哟哟 大聪明啊 相当于大聪明了 属于是 好直接吐死了 这个桶 好像把自己烧住了样子啊 就这种地图是最狠的 这种地图就自动走啊 嗯 好 我操 他这个机关 你看 到那个 头啊 都是这种类型 啊 偷偷偷偷偷 一顿突突 感觉赵云拿的都是挤了 你看啊 就是他那个打的那个挤 这个叫啥 虚荣 啊 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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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 卧槽 这不是飞斧冠军吗 好 好 竹林 董卓 这又是董卓大人 哇操 这人 哇靠 这是个法师 这你别闹 我是黄金军 你们那个 这边张宝张良 啥的 别闹了 带了个王冠 哇靠 这难道是 穿上中他的 他的女婿 他女婿叫什么来着 李 那个 李如 啊 难道是 啊 这李如大法师啊 龙法 还是啊 对吧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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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龙法师 我操 我操 这大法挺厉害 我告诉你 打起来要贵一点啊 龙法 我操 这 这火法 兄弟们 是 赖 确实酷炫 好吧 放火收山 牢底坐穿 我告诉你 我操 这个技能一放还是没必要 七级咒语 感觉这个车这个这个车太狠了 猛火 你看有的时候吧 你看李如 一顿小剧情 感觉还是技能也挺狠 但是打血不一样 哇这个攻击力 可以 最后两滴血 放火 放火烧山 这是放蓝火啊 冒蓝火了加特林 直接给李如捅死了 服了啊 毒 敌将 好 满级了吗这是 你看他这么显示的话应该是满级了吧 第八级这是啥 长安城吗 传绒都长安城了吧 再往后 我刚才闪得很快啊 没看到 你看 八级就是满级兄弟们 八级他后面都已经不写数字了 这个双boss挺恶心的啊 他俩的走位还比较分散 他俩的走位还比较分散 你上了两个boss直接给守门门神打死了啊 我感觉这个三国之一的剧情跟二三说接起来的 一的剧情就是投赌 好又是吕布 意思就是告诉你不要追了 你再追你就会后悔了 然后赵云说你别闹了啊 不说了一里二赵三点为四关五码六张飞 至于别人我不知道 你对吧 对吧 天老大 对吧 天老大你老二我老三吗 我就不服 对吧 天下第二 就那个叫什么 那个 那个 白小生 白小生兵 那个叫排行榜 对吧 那个谁 白小生排行榜里面 那个 是吧 那个天下第一打不过天下第二 对不对 啊 那个名字叫啥呀 是 是一个叫 天机老人 一个叫上官金虹是吗 我没记错的话啊 最后好像是梅屋 那梅屋的话得有貂蝉呢 对不对 梅屋 没有貂蝉吗 兄弟们 有个貂蝉啥的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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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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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子子子頭子子子頭 哎 所以小兵一下就頭死啊 多多少少還是有點行 好 這富麗堂皇啊 你看這個地方供電啥的 好 這懂我名 懂如 嘿嘿 就很簡單啊 就意思就是 我的名字是董卓 董卓 董卓這個體重 這騎兩匹馬 這個董卓行啊 人家都騎一匹馬 他騎兩匹馬 還能移動迅速 這是 是吧 這董卓一個人一匹馬 已經不行了 這兩匹馬了 真是 就你馬離譜 我跟你講 好 哎呦 我這左右圖四 看到沒有 左右趙雲 騎圖四 作為最終的boss啊 我感覺他肯定還有第二個情態 或者說是還得跑 然後還得往後追 對不對 最後兩滴血 哎呦 慢鏡頭 有武者 這意思啥啊 踢身 是吧 直接踢身之術啊 哎 踢身 而且這 這這這這這這怎麼說啊 這也還是兩匹馬 這這這這這 頭上都帶王冠了 卧槽 但是這個我感覺 小兵人是最討厭的 這個地圖 好 又跑了又跑了 為什麼要說又啊 好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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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的这 他啥都会 ya 你看啊 还会射弓吗 拉弓射箭 对吧 好 他都没有血 这是剧情啥啊 你打到一定程度上 他就会跑了 连血都不给你显示 剧情啥 这个放火是真恶心 可以帮你看这个 你看 相当于放宝 蓄力 再来 又放 每次放这个宝的时候 可以让自己 这个多待一点 144 卧槽 好的 跑 我不能走了 我得跑了 我走的时候肯定不能走了 一顿BB 又追 卧槽 杀一个懂得太难了 我想说你射人先射马 对吧 还会发不耳的 你看这刀还发不耳 情龙燕约不耳 二 咔哈就是干 这个音乐这么一听 好像有点完事的感觉 但是我告诉你 明显没有 卧槽 你看这个弓箭 卧槽 他这个刀 他这个刀有点东西啊 好 这董卓 这不行了啊 董卓说 你这 为什么追我 赵云说 我要 军事成将 我告诉你 游戏里的你 再强大 也是假的 不是真的 对吧 对吧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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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血杀 你看 血杀 这费血的才能放火啊 这游戏也可以摊分 我跟你讲 真的啊 为什么要配这个音啊 还不死啊 还剩3滴血啊 还是23滴血 吃血 还剩55滴血 这吕布比他弱爆了 吕布跟他比不了啊 义父 你还能干董卓 董卓打你9个我跟你说 这吕布太肉了 好的啊 报了一本书 帝王董卓 哎呦哇 好 这就算通关了兄弟们啊 这就是通关啊 不得不承认啊 最后的结局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 这 这是帝王董卓 得点 470 哎 480万得点 卧槽大哥 德谷拉吗难道是啊 你别闹了啊 你把你把董卓当德谷拉了卧槽 好 大胜利 好 大胜利 太中二了啊 太中二了 我的密码 好 PG 啊 他就是叫盆哥嘛啊 PG嘛啊 好 武武将军称号 大将军得点 对啊 大将军再往上打死马了 啊 逆贼董卓啊 刘备军什么 梅乌成啊 真的是梅乌哈 确实是梅乌啊 啊 意思就是他的帝王之夜破灭 啊 呃 之类的 然后呢 肯定是有后续 看不见啊 肯定是有后续 其实那个时候赵云还不是那个跟 跟赵云 赵云跟刘备还不是一伙的啊 谈不上不是一伙 就是剩一伙的 但是他并不是刘备所属 啊 懂我的意思吧啊 啊 突入细装 哎 这刘备怎么怎么的 这群雄逐鹿 之后啊 又开始其他的剧情了啊 接下来第二弹 吞噬天地第二弹 赤壁之战 哎 预告了 属于是 啊 预告了 属于是 看不看见 啊 这挺好的 看不看见啊 OK 那不多说啊 在片尾的最后呢 也是感谢打我的收听 如果大家会喜欢我狼解说 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 我们就下期 再见吧